現在是暑假不少家長準備帶小朋友全家出遊 交通部公布了悠遊國旅補助方案 珍貴國內的民眾在旅宿業以及觀光遊樂業的旅遊消費 提供補助 這項補助的計畫呢 實施時間是從7月15號開始到12月15號為止 團體旅遊補助的部分 只要旅行業者組團人數15人以上 兩天一夜的行程有前往國家風景區 離島等地方美團補助兩萬元 另外有到國家綠道和十六條自行車路線 加碼補助美團旅客五千到一萬元 還有個別旅客補助 只要在星期四到星期天這段時間 星期天到星期四這段時間 入住旅宿業一晚最高折抵八百元 打滿三屆民眾加碼五百元折扣 特別是親子遊客學生族群 最期待的觀光遊樂業部分 有十九家主題遊樂園的這個業者 參與門票三者優惠 希望在疫情之下 可以來振興觀光業了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YouTube頻道 字幕志願 我會說不定 我會說不定 你會說不定 你會說不定 你會說不定